哈喽大家好 我们回来了哈 这个继续开始咱们的第二堂课 第二堂课 好了 那我们刚才呢 合同的解除给大家讲了一大部分了 然后还剩一点点 我们在这堂课呢 给大家收个尾 然后咱们进入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 有同说开睡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开睡是啥 这个我的针呢 谁要睡了 扎他一下 咱们 哦 开始 哦 明白 吓我一跳 我说我这个 这个我一说话 大家就能睡着这么厉害吗 那我这以后去这个 咱们精神类的医院啊 去治这个失眠 我们有同事前几天说 他妈这失眠好几十年了 让我们能不能这个 让我帮忙找找大夫啊 我说有什么意思 影射我呢 是吧 人家来听听咱们这个猪牌经济法的课啊 回家睡着呼喊的啊 不至于啊 这个咱们大家清醒清醒啊 这我也举这么多例子 这么好玩的 拿自己说 一会死了 一会炸了的 但是大家还能睡着啊 挺震惊的啊 来 咱们开始上课 开始上课啊 呃 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合同解除的一些特殊适用 那这个特殊适用呢 就是有一年 选择提考过一次 所以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行 那 来 第一个 以持续力行的债务为内容的 不定期合同 比如说不定期借款 不定期租赁 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 但是应当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啊 这个点 我们后面讲租赁合同时候 再给大家讲 你就好理解了 那这会因为咱们还没有讲具体的合同 那所以大家不太好理解 那后面还会有这个点 那咱们先讲二三四 二三四 大家有个印象就行 那 第一个 我们在承拦合同当中 你比如说 你找一个师傅 去给你加工一个钻石 把钻石给你加工成钻戒 这种情况下 你在干活的过程中 觉得他做的不行的 可以解除 那他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觉得自己加工不了的 也可以解除 那所以在承拦合同当中 定做人在 成懒人 完成工作之前 是可以随时 解除合同的 那我们说 比如说你找你师傅加工 你看他加工这活实在是不行 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那第三个 我们在托运合同当中 你找一个师傅给你运货 然后呢 你觉得他这运输水平不行 怕他给你给货先咯 托运人也是有单方的解除权的 这个也是没问题的 那好 第四个 无偿委托合同 和部分有偿的 委托合同当中 委托人和受托人 均是可以随时 解除合同的 正是因为 他的无偿的属性 你说部分有偿的 也就是说 还是有无偿的性质的 那基于无偿的性质 委托人和受托人 都是可以随时 解除合同的 那 有同学说 这个放半路就行吗 这个 进入咱们下面的问题了 解除权的行使 和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 你别着急 咱们解除完 并不是说任何事都不发生 那后面还会有 比如说返还原物 返还价款 恢复原状 补救措施 等等这些法律后果 一点一点来学 来 我们先来看 解除权的行使 我们说这里讲的解除权 其实是指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单方解除权 首先法律规定 或者当事人约定 解除权行使的期限 期限界满当事人不行使的 该权利消灭 那法律如果没有规定 或者当事人 没有约定 解除权行使的期限 自解除权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 解除事由自治期 一年内不消灭 不行使 或者经对方催告后 在合理期限内 不行使的 该权利消灭 那这里面的所谓一年 其实是指我们的除斥期间 因为单方的解除权 它也是一个形成权 形成权 所谓行使的期间 它原则上不适用于诉讼时效 而是适用除斥期间 所以它不能够终止中断延长 等等这些 那 这吸管是什么 我挪过去 看不见了 看不见等于没有 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 解除权行使的方式 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 应当通知对方 是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它是单方解除权 或者我们说 所谓的法定解除事由 其实单方通知对方就可以 不需要对方同意 那约定解除 原则上是需要双方写上一致的 那这里面主要讲的是 法定解除的解除权 通知 在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 如果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 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务的合同 自通知在明的期限戒满时解除 如果有意义的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 那这是通知解除 当然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解除 我们来看一下 当事人一方如果未通知对方 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方式 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确认了这个解除合同的主张 合同自起诉状副本 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 送达对方时解除 简单了解即可 通知可以解除 也可以直接闹到人民法院打官司 也可以 第三个就是刚才大家很关心的那个问题 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第一个合同解除后 尚未履行的终止旅行 已经履行的 根据履行情况合同性质 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刚才有同学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比如说我找一个师傅 成懒人 他给我进行加工 加工我这个钻石 结果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吹毛求斯 说你这师傅不行 这师傅已经做了大量的什么模具 已经做完了 这是各种工具 什么也都买来了 就为了给我加工这钻石 结果我吹毛求斯 觉得师傅长得不好看 我不跟他合作了 单方解除 可以解除吗 可以 但是有人说那师傅亏了 师傅已经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已经投入了对应的成本和费用 那怎么办呢 当然我可以要求恢复原状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那师傅对方 他可以要求赔偿他的损失 对方已经为旅行合同 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产生了对应的费用和损失 那也是可以要求我赔偿的 但是这也不影响 我不让他干了 我想不让他干 就可以不让他干 这钻石是我的 我作为这个定做人 是可以有这个权利的 但是如果对方产生了费用 你给人赔点钱 就完了 那第二个 那这个合同 因违约解除的 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房 承担违约责任 这个就是我们一会要讲的 违约责任 比如说因为 你不给我发货 那迟延旅行 导致不能实现合同 主要目的 我可以直接去解除合同 解除完了 有没有办法让你给我赔钱呢 有 除了解除之外 不但我不用给你再付钱了 我还可以让你给我赔钱 那请求违约房 承担违约责任 那第三个 主合同解除后 担保人对债务人 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仍然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对呀 那正是因为你不能履行 后面解除了 对吧 你违约了 我后面解除了 那当然了 担保保啥呢 不就保这种情况吗 你履行不了的 担保人 这个要么 如果是误的担保 折价拍卖便卖 如果是保证 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 对吧 那担保就干这个的 那所以不影响担保人 继续去承担担保责任 好 这是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那这部分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那这是合同的解除 合同的解除 跟下一个知识点 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 那就是违约责任 这里面正好也讲到了违约责任 我们紧锣密鼓 进入第七节 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就是指生存亡病 也就是说 合同的旅行 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 没有按照咱们合同约定的 这么严丝合缝的来 那这种情况下 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当事人一方 如果不旅行合同义务 或者旅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 比如说迟延旅行 那旅行的质量 数量不符合要求 都应当承担继续旅行 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 等违约责任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定义 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其实我们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的承担 有如下三个类型 一个是继续旅行 一个是补救措施 一个是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 这三个也不是互斥的 不是说继续旅行了 就不能赔偿损失 也不是说赔偿损失了 就不能采取补救措施 也不是 咱们根据不同的情形 也是可以综合来进行试用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继续旅行 继续旅行是指 又称实际旅行 是指债权人 在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强制债务人实际旅行合同义务 比如说我这个A跟B 还是那个1月1号交钱 1月2号供货 比如说我1月1号钱交了 然后他到1月2号不给我供货 我催告他还是不给我供货 但这批货只有B有 对于我A来说又特别重要 我就认准你了 我就要这批货 反正晚一点 我这个业务也不受什么影响 好 我可以怎么样 请求人民法院起诉B 让B给我供货 继续旅行 我也不想找新的供应商 我跟你合作的还行 你给我供的货 质量我认可 别的地方我找不着这个质量的货 可以要求继续旅行 当然继续旅行呢 要分前提条件 也就是它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如果说要求继续旅行的是标的物 是钱 那一定是可以继续旅行的 金钱之债 一定可以要求继续旅行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别的物 有一些别的物 当事人一方不旅行非金钱债务 或者旅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 对方可以要求旅行 如果不是金钱的 你可以要求 但是呢 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外 比如呢 来 第一个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旅行 我们重点给大家讲这个第一个吧 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旅行 还记不记得 我们前面讲物的分类的时候 有一种分类方式 叫做可替代物和不可替代物 这个 比如说啊 我这有个这个翻页器 这东西就是个可替代物 对吧 你这我手里这个 就值100块钱 你在京东上买一个一模一样 也这些钱 一模一样 它是个标准的产品 这种就是可替代物 比如我这咖啡 是吧 这个 你买也是 这叫什么 标准美式 无糖无奶 是吧 这你买的一模一样 味道都一样 标准产品 所以它是可替代物 我这杯没拿好 咔 撒了 我再买一杯给你就完了 那咱们有一些是不可替代物 我们前面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哪个哥哥 哪个男明星 这个今天演唱会穿的这一件衣服 就是这个4月1号 这个演唱会 他穿的这件衣服 4月1号又恰好是我的生日 这件衣服对我来讲 无欲伦比的意义 我当时花了50万块钱 买了他这件衣服 一不小心咔给烧了 那这件衣服还有吗 没有了 因为它是存在于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场景 特定的人 你找不到一模一样 同样细微的衣服 但这历子有点恶心 你再比如咱们大家的画作 人就是今天心情好 画出来这么一幅画 明天再画不一样了 那这种类型的物 叫做不可替代物 那不可替代物 一旦毁损灭失了 那有可能我是法律上 事实上不能再履行了 没办法 这东西没了 找不到替代它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就没有办法要求继续履行了 好 当然 如果标的物不适于强制履行 履行费用过高 也这个可以不要求继续履行 好 继续履行 简单了解就可以 它适用于一部分的情况 第一个当事人愿意 第二个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好 更常见的 其实是咱们括号二 你看括号二有一颗星 它在案例分析题里面 考察过几次 叫做补救措施 当事人的履行 如果不符合约定的 受损害方 根据标的的性质 以及损失的大小 可以合理选择 请求对方承担修理 重做 更换 退货 减少价款 减少报酬 等等违约责任 这个补救措施是比较常见的 最好理解的 比如说你去采购一批东西 你这一批东西的大体上还行 你这一批里边呢 有两三个 小的机器 有一些质量问题 那你一般会怎么样呢 你让对方给你修好了 对吧 哥们你送这货不行啊 你在这给我修了吧 你把这两个给我修好了 对吧 或者你给我送这一批水果 你看这有俩烂了的 你给我换了吧 更换 修理 重做 更换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情形 这也比较符合咱们一般的生活观念 那我们考试当中呢 考过一次这个 减少价款或报酬 考试啊 这好多东西当时达不上来 这确实呢 就是没想起来是这个知识点 觉得你这个太理所当然了 这还法律里有规定 有当时是什么情形呢 比如说啊 这个A从B 这儿采购 比如采购十台设备 诶 价款 十万 那就是一万一台 结果呢 B发货只发了八台 好 这个时候 B向A收钱 B还舔着大脸 说要十万块钱 那你A杀疯了吗 能给他十万吗 不能 A只给了多少钱呢 只给了八万 这个时候B还舔着大脸 闹到人民法院 要求A给他十万块钱 问你人民法院是否予以支持 谁都知道 肯定不支持 对吧 他肯定是只能给八万 道理怎么说呢 这里 对吧 因为他履行不符合约定 可以受损害方 可以请求减少价款 就这么简单 但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太理所当然了 不知道怎么组织这个语言 所以这个分可能没有得权 但是应该能得一部分 就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补救措施 补救措施 这个你说要背吧 反正他确实考过 但是你基本上根据自己的这个语言可以组织出来 比如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受损害方 可以这个请求减少价款或报酬 这就可以了 如果他考的是这种少付两万块钱 这个点的话 那就减少价款 那如果让你修理的话 那就承担维修义务 如果这更换的话 那就更换义务 就可以了 好 第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损害赔偿 这是考试比较爱考的 所以这是两颗星 当事人一方如果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 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之后 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 应当对其他损失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你看这就是我这堂课最开始就说的 我们违约责任这三种形式 继续履行 补救措施 损害赔偿 并不是互斥的 你用了A就不能用B 它是可以综合在一起的 我继续履行完了 还有损失 用不用赔 得赔 我这个补救措施 补救完了 还有损失 用不用赔 得赔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赔 根据教材 损害赔偿的具体方式 有如下三种 分别叫做赔偿损失 第二种叫做支付违约金 第三个叫做适用定金法则 其中第三个咱们前面讲过了 那所以在这就不再展开重新讲一遍了 定金那几个坑 刚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重点讲一下赔偿损失和支付违约金 赔偿损失呢 它往往适用于啊 就是它没有约定这个违约金这种条款 大家你说白了 合同里呢 没兜这个底 没说违约了 要怎么着 那怎么来主张这个违约责任 这个损害赔偿的金额呢 你实际产生了多少损失 给你赔多少 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后面约定了这个违约金啊 等等 那你就用违约金 如果没约定 好 那咱们就用这个赔偿损失这个条款 赔偿损失赔多少呢 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旅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包括合同旅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来我们先看前半句话 前半句话还记不记得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类似的责任 叫做什么呢 缔约过失责任 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讲缔约过失责任的时候 有一个表格 那个表格呢 对比了缔约过失和违约责任 那里面讲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 有一个术语 叫做什么损失呢 叫做信赖利益损失 对吧 我基于对你的相信 跟你开始谈合同 结果你骗我 你赔我 对你的信任导致这个损失 这个叫做信赖利益损失 我们违约责任 当时有一个名词 没有展开讲 说后面讲 咱们在这讲 那个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可期待利益损失 可期待利益损失 就是指 因违约造成的损失 同时包括合同履行后 可以获得的利益 我们通过前面讲了的一个例子 给大家回顾一下 大家给我看124页 你们手里都有书 我就不往前翻了 咱们一起来看这个124页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我们上节课最后给大家讲 那他是说呢 这个因绒布面料价格上涨 乙公司要求加价 这个第二段 被假公司拒绝 最终乙公司比约定日期延迟10日 才向假交货 此时 假公司因无原材料投产 不能向客户按时交货 订单已被客户取消 好 假设这里面 因为这个订单被客户取消 给客户赔款 假设这个给他承担的这个违约责任 想说你给客户承担的违约责任吗 赔了多少钱呢 赔了4万元 好 正常来说 如果你这个合同能够履行 合同如果能够履行 给你这个公司带来的利润 有15万元 好 这两个加总而成 假公司整体的损失是19万元 来 我们大家来判断一下 这个以公司需要给假公司赔偿损失的话 这个损失的金额是4万 还是15万 还是这里面的19万 应该是哪一个呢 应该是下面的19万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可期待利益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除了实际赔的钱 还包括履行合同可能带来的这个利润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可期待利益损失 这就是赔偿损失的金额 当然你也不能 你这假公司什么事都往人以公司身上赖 是吧 假公司又说了 正是因为你这个合同没履行完 是吧 导致我这个公司士气一蹶不振 后面什么研发专利也研发不出来了 这个市场销售也卖不出去了 这个市场货客也货不来了 你这本不能往人以公司身上赖 对吧 你这直接的合同损失4万 履行合同的利益15万 其他的 比如说超过违约方定立合同时预减或应当预减 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你这个你不能拉不出屎来赖毛坑 对吧 大败话就这个意思啊 你说自己什么研发水平不行 赖人以公司那赖不上 不属于跟这个合同相关的 好 这个就是可期待利益损失 它的一个含义 咱们赔偿损失的范围 就在这个可期待利益损失这个范围之内 好 第二个 那如果这个嘉义公司双方比较懂法 那他们有可能在事前就进行了兜底 那会约定一个违约金 那违约金是事前约定的 那违约金是指按照当事人的约定 或者法律的规定 一方当事人违约使应当根据违约情况 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 那如果是当事人就迟延旅行 约定违约金的 那支付完违约金还应当履行债务 并不是说你付完违约金万事大吉了 你该履行的债务还是要履行 这是违约金的这个含义 上文提到的这个关于损失额的确定方式 在实践当中呢往往比较复杂 对于合同当事人而言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一般啊 现在如果你们公司这个有一个合格的法务 那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啊 大家签合同都会在合同里就提前约定好违约金 反正我看我们公司签的合同 基本都会跟这个供应商啊 或者人家客户也会要求我们去制定这个违约金 那这种情况下 便利期间 合同当事人可能事先约定 发生违约时的违约金 如此可以免去实际计算损失的麻烦 但是呢违约金毕竟是事前约定的 其金额和实际损失可能并不一致 甚至相去甚远 我们更常见的呢 这个有的公司啊 不懂法的公司为了吓唬他的对方 哎 定一个巨高的违约金 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啊 你跟你们公司 比如签订一个劳动合同 说你这个提出离职啊 赔公司一个亿啊 赔公司五千万啊 有没有这种也有可能有 有可能还为了吓唬他的对方 去制定这种基高的违约金 哎 有没有这种这种情况 哎 有这种情况啊 但是我们这种基高的违约金啊 真正发生了违约情形 真的要赔吗 赔一个亿赔一千万需要吗 我们来看一下法律的规定 我们法律呢自然不可能对这种畸形的过高或者过低的违约金去予以认可 所以呢 本身有一个违约金调增或者调减的机制 比如说违约金调增 如果约定的违约金低于所造成的损失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台机构予以增加 此时应当以违约造成的损失来确定违约金数额 哎 所以啊一般咱们违约金跟前面这个赔偿损失这两种方式无所谓这个是不是共存的问题 这他没有没有道理需要他共存 因为你如果违约金定少了不足以弥补损失 你请求人民法院调增就完了 那不需要再额外的去赔偿损失了 那一般就用这个调增的这个方式了 那所以他不存在这个共存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结违约金定的特别高 就刚才讲的极高 实际损失50万 是吧 约定违约金一个亿 现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 约定的违约金如果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台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此时应当以违约金造成损失30% 超过造成损失的30%为标准适当减少 所以这一个亿要给你适当调减 调减到多少呢 调减到50乘以1.3等于65万元 从一个亿给你调减到65万元 当然这是咱们理论上的规定 现实世界确实这个情况很复杂 那比如说你实际的损失到底是多少钱 这个如何去界定 这个其实是很多这类的诉讼当中 双方争议的这个焦点 这确实是实物里面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 只不过法律呢 如果你能算出来这个数字 它有一个低了调整到100% 高了的话可以下调 最多不超过130% 这是违约金这个情形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多种损害方式并用的情况 并用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指的定金和违约金 我们法律规定定金和违约金是不能并用的 这一条大家一定要背下来 我们讲定金的时候呢 其实就跟大家强调了 定金的最后一个坑 就是定金条款与违约金条款只能择一适用 只能择一适用 当事人在合同当中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 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 但两者并不能同时并用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定金和违约金是不能并用的 那定金和赔偿损失是可以并用的 因为定金毕竟它不能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 对吧 有可能我实际损失比这个20%大得多 那剩下的部分怎么办呢 用赔偿损失来找不 就这个意思 买卖合同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时 对方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 人民法院可以并处 上限是多少呢 这俩加一块不高于你实际违约造成的损失就完了 所以定金和赔偿损失是可以并用的 那刚才还有同学在问违约金跟赔偿损失呢 你违约金就不需要找不 你违约金可以上下调整 对吧 你定金是一个定死的上限 那违约金不一样 你可以约定也可以调整 所以你如果跟实际损失有区别 上下调整违约金就可以了 好 这是多种损害赔偿方式并用的这么个情况 那给大家介绍到这 这一条上面你看2017年 2022年2020年都考过案例分析题 所以上面这句话 大家一定要能够背下来 好了 那最后 违约责任这一部分的最后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违约责任 损害赔偿的减少或者免责的一些情况 免责呢 就是我们这里就讲一个情况 就是不可抗力 那我们先讲减少 然后再讲免责 第一个介绍一下 过失相抵规则 那一共是两条 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 对方对损失的发生 如果有过错的 可以减少相应的损失赔偿额 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去订货 你作为一个公司去订货 你呢到底要什么型号 也没说清楚 你要多少 也没说的特别清楚 当然他作为卖方 他也没跟你确认清楚 他就给你送货了 拉来发现不对 然后又退回去再折腾 导致持延旅行 持延旅行 然后这个比如说 你没有实现合同目的 可以解除合同 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但是你作为买方 因为你的型号不明确 对吧 数量不明确 质量要求不明确 也可能会承担一部分的过错 有一部分的责任 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根据你的过错的情况 相应的减少损失的赔偿额 这个呢 在实务工作当中 是比较常见的 大家互相用来掰扯 的这么一个条款 考试当中的考察到很难 因为这个确实情形比较复杂 定量非常困难 这是实务当中 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但原则上 原理上比较简单 好 第二个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 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 防止损失扩大 如果你没有采取适当措施 致使损失扩大的 不得就有扩大的损失 请求赔偿 当然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 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由违约方来进行承担 比如说 对方给你送过来一批货 他送过来这批货 你验收的时候 就双方已经说明了 你这批货有质量问题 你的库房的员工已经查出来了 你这批货有质量问题 你给我送了一个机器设备 根本就没法用 一用就得爆炸 电路有问题 一用就爆炸 好 这个对方也认了 还说那你先别用 你在这放着 我们过两天派人来给你修 修好了 你再用 结果呢 你非得用 用完之后果真爆炸了 导致这个损失进一步扩大 你不但你这个设备 这个没有按时满足质量要求的交付 同时还爆炸了 给别的设备炸坏了 致使损失扩大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定为什么呢 你没有采取适当措施 导致损失扩大 你双方当时已经说好了 质量有问题 你先不用 人家过两天派人过来修 那你非得用 那你不是诚心的吗 诚心想让他爆炸 想额钱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法律要求不得就扩大的损失 请求损害赔偿 好 这是咱们第一个 叫做过失相抵规则 那可以适当的减少损害的赔偿 那我们法律当中 有没有什么情形可以免责的呢 我们刚才就给大家举了这个例子 那竹子说那个地震了 让我给他赔钱 我说地震不赔 为啥呢 因为地震属于不可抗力 我们下面来介绍一下 免责事有 也就是不可抗力 那我们法定的免责事有呢 是仅限于不可抗力的 那有同学说 我们前面还讲过一个 类似的叫做情势变更 我们说情势变更是免责吗 不是 我给大家讲过啊 情势变更 首先双方要重新协商 对吧 重新协商完了 如果不能协商一致的闹到人民法院去 人民法院应当首先将变更合同 作为首要的这个处理方案 如果不能变更合同的 才能够去解除合同 所以人家压根没说 什么情势变更 免责这回事 没有 咱们免责事有呢 仅限于不可抗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不可抗力 包括如下三个类型 自然灾害 比如说地震 台风 洪水 海啸 第二个 政府行为 比如说运输合同定立后 政府颁布禁运的法律 使合同不能履行 第三个 社会的异常现象 比如说罢工和骚乱 我们法律明确规定的不可抗力 就这三个类型 那考试呢 也基本上局限于这个范围之内 就是让你选 以下ABCD属于不可抗力的 A地震 B台风 C洪水 D罢工骚乱 考试考过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类型的 好 我们后面来看一下 不可抗力它的效力 第一个问题 不可抗力 当然免责吗 不可抗力 当然免责吗 我们说不是吧 你比如说 政府 颁布了 这个禁运的法律 或者说有了 比如说咱们去年 经常有这种 这个工程的 这种情况出现 那你这个城市 什么车都不能出门 那你自然 运快递的 这也不能出门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这种禁运的情况下 你对于像这种物流行业 它自然而然 可以免责 对吧 那这个 比如说封城了 禁运了 我们上网课的 我们都不给大家上了 这合理吗 我们说这个不可抗力 免责 那能免责 免不了 你上网课也不用出门 对吧 人家这个禁运也没断网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要看 那这个不可抗力 和合同旅行的 这个因果关系 或者说这个不可抗力的室友 对于合同旅行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 这个发生不可抗力后 合同当事人 不履行合同的行为 并非当然免责 要根据不可抗力 对合同旅行的影响 来进行决定 如果是因不可抗力 不能履行合同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的免除责任 那如果当事人 是迟延旅行 然后才发生不可抗力的 不能免除责任 比如说 正常我们约定 三月一号交货 你三月一号没交 作为出卖人 拖拖拖拖拖拖 持延旅行 四月一号交货 结果四月一号 卡 禁运了 这个时候我们认定 你免责嘛 你活该 对吧 那有合同 你不按合同来 你非得拖延证 拖了半天 结果碰上这个禁运这种政策 或者法律的新的规定了 能免责吗 不能免除责任 你得赔 这是咱们不可抗力 它的效力 原则上就并不当然免责 要看之间有没有关系 不可抗力 对合同履行 有多少的影响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 主张不可抗力一方 要做什么事来成功免责 来成功甩锅 两件事 第一个 及时通知对方 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第二个 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证明 我记得咱们2020年 刚开始疫情的时候 当时有一些地区 我印象里特别深 我就看过那个苏州工业园区 就给相关的企业发布过这种证明 他就会说 我们这个园区因为疫情的原因 然后这个园区的物流可能是中断了 还是怎么样 不能有车上路 或者怎么样 人写得很清楚 然后给你开局这么一个证明 目的是啥呢 就是为了这个 使得园区内的企业 可以积极的主张 自己交货的延迟 自己这个供应的不及时 是因为不可抗力 方便 这个咱们相关的企业 去主张免责 防止损失扩大 所以两个义务 第一个通知 第二个提供证明 好 这是关于违约责任 给大家介绍到这 那到这呢 咱们整个 合同法的总则部分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总则部分 我们其实就是刚才开课给大家讲的 那合同的生 存 亡 病 今天主要讲的是亡 和病 亡呢 就是指合同的终止 咱们讲了清长 有那个五重顺序 对吧 然后呢 讲了提存 提存的条件 提存的效果 提存就相当于交付 这个风险报酬 谁承担呢 风险 毁损灭失的风险 由债权人承担 那提存的费用 谁承担呢 债权人承担 提存的权利 时间多长 五年 五年内不行使 扣除提存费用后 由国家享有 这是提存这个支持点 然后咱们讲了抵消 法定抵消需要满足的条件 双方互付债权债务 需要我方债权已到期 对方债务已到期 需要标利物种类一致 品质一致 这个是法定抵消的条件 然后法定抵消 那是一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通知到达对方时生效 效力塑及于得为抵消之时 那这是咱们合同的终止 然后咱们讲了并 也就是违约责任的承担 一共三个类型 叫做继续履行 补救措施和损害赔偿 损害赔偿又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叫做赔偿损失 违约金和定金 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 赔偿损失和违约金 定金是在之前 合同的担保当中 给大家进行介绍的 好 那总则这部分介绍完了 咱们继续介绍第八节 也就是买卖合同的支持点 买卖合同啊 这个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大家呢 这一节要好好听 为什么呢 第一 他在考试当中是一个重点内容 因为这个买卖合同 在日常生活当中占比就很高 人家考试啊 编这个案例分析题 主观题 他肯定得有一个主题啊 你到底你这公司干嘛了 对吧 他才能考你系列的规定 所以基本上买卖合同的都会考到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 考试当中重要 第二个原因呢 在考试当中重要之外 在生活当中也很重要 咱们今天会讲很多的跟买卖合同相关的支持点 比如说适用买卖合同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 你可能学一些知识啊 你会有这个能在生活当中起到帮助作用的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 咱们好好学 有的人说 这个在主观题占多少分 这个不一定 如果他主观题考买卖的 有可能占个五分 四分 六分 都有可能 他主观题也有可能考的比较多 比如说租赁 考的也比较多 那租赁比买卖内容还少一些 如果考租赁 就性价比更高了 你这个 大家看我们教材上 租赁合同就两三页纸 他考过五分六分 有一年考十分 那就性价比非常高了 当然也有可能 以这个建设工程为主题 也有可能 以这个借款 还有对应的抵押 质押 留置 保证 这些为主题 基本上 考试当中常考的 就这个四到五个类型的 这个合同 买卖一个类型 租赁一个类型 借款担保一个类型 建设工程一个类型 那也有可能 比如他考这个融资租赁 这是一个类型 大概就这么几个类型的主观题的题目 好 我们正式来介绍一下买卖合同 买卖合同 我们讲每一个合同之前 先把这个双方主体给大家明确一下 我们买卖合同 双方主体 大白话 它是买方和卖方 我们法律的语言叫做什么呢 买售人 和出卖人 所以我们把这个主语先给他搞清楚 别后面你这个学着学着乱套了 买售人出卖人什么东西 别这样 我们先给他搞清楚 买方叫买售人 出卖人 卖方叫出卖人 买卖合同 它的双方权利义务呢 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与买售人 买售人支付价款 买卖合同是一个双物合同 最典型的双物合同 那它既然叫做买卖 而非赠予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有偿的合同 我们叫赠予的 一定是一个无偿的合同 无论它说什么负义务赠予 还是什么赠予 反正它但凡叫赠予的 一定是无偿的 它但凡叫买卖的 一定是有偿的 那同时买卖合同呢 是一个诺承的合同 因为咱们教材范围内 只有定金合同 保管合同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是一个实践合同 剩下的 大家看到的都是诺承合同 储物法律有特别规定 或者当事人有特别约定以外 买卖合同属于一个非钥匙合同 那有没有钥匙的呢 有 比如说商品房买卖合同 因为标理金额太大了 往往还有什么抵押 这个担保 贷款啊等等这些 所以商品房买卖合同 它是一个钥匙合同 其他的大部分的买卖合同 都是没有固定形式的 咱们出门买菜 口头形式的 也可以 买卖合同呢 是一个最基本 最典型的一个有偿合同 所以其他有偿合同 如果法律没有规定的 可以参照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 来进行执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买卖合同第一个点 最重要的一个点 咱们叫做标的物的交付 这是买卖合同的核心 对吧 买卖合同当中 出卖人最主要的义务就是标的物的交付 标的物的交付 有的人说这个问题问的好 我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这么多债权人债务人啥意思 我们双物合同 你双方都是债权人 你双方也都是债务人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就不叫什么债权债务了 我们叫买售人出卖人了呢 因为你双方都是债权人 双方都是债务人 一方负担交付标的物的义务 一方负担付款的义务 所以双物两方都有义务 都有权利 好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交付这个支持点 因为交付在买卖合同当中是一个核心义务 第一个问题 交付的时间 这个比较简单 当事人如果约定了交付期间的出卖人 可以在该交付期间内的任何时间来进行交付 简单了解就可以 这考试也没考过 第二个交付的地点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来交付标的物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依照有关规定仍然不能确定的 适用下列规定 如果标的物是需要运输的 需要运输是啥意思呢 需要找个大卡车拉过去 就叫需要运输吗 不是 你在法律上看到需要运输的意思 是指标的物由出卖人负责办理托运 也就是说专门找一个第三方的运输公司来承担运输义务 这个是指我们所谓的标的物需要运输的情形 因为你交付什么标的物都得运 对吧 你都得拉到人家厂房那去 我们这里法律上单独说的标的物需要运输 指的是找一个运输公司 比如物流啊快递啊 这些来负责运输的 这是我们指的法律上需要运输的这个含义 网购的快递是一个场景 那别的也有这种场景 你比如说啊 比如最简单的我们四十教也有一些这个经销商 比如大家也网上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新华书店或者说咱们京东平台也有咱们的图书 那这些图书我们怎么给人家的呢 我们自己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运过去的 我们一般是找这种物流公司 他这个叫哪些物流什么德邦 德邦比较贵 我之前听同事说过 还有叫什么跨越 这种这种做物流的公司给人运过去的 那这种我们给人家也是卖书买卖合同 是我们自己运的吗 不是我们找了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德邦物流 跨越物流给我们去办理的托运 运到人家新华书店的库房 运到人家京东的库房 那这时标的物需要运输这么个情形 那标的物如果需要运输的话 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 以运交给卖售人 我们说交付第一承运人 这个时间点就认定为交付的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标的物不需要运输 也就是指不需要单独找一个第三方 你自己运 或者已经放在这个确定的库房 就是在港口啊码头啊 这种没运出来 出卖人和买售人定立合同时 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 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 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 应当在出卖人定立合同时的营业地 来交付标的物 这个是交付的地点 也简单了解就可以 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交付的标准 也简单看一下就可以 这个也比较符合常理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 来交付标的物 这不废话吗 对吧 我买点水果 你给我送来一堆烂的 那那行啊 出卖人如果交付的标的物 不符合质量要求呢 买售人可以依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比如说重做 对吧 退货 减少价款 等等这些补救措施 好 第二个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来交付标的物 这个 这个点啊 我那两天又碰上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那天我们这个负责采购的同事跟我说 我听那天他在那叹气 我说怎么了 他说哎呀 现在这个供应商也不靠谱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这给给我们送那个纸张 那这纸张呢 正常来说 人家这个印刷厂跟这个这个纸厂 人家都有这一套人家行之有效的方法 比如说你这纸啊怎么放 然后多大 你怎么码 第一个呢 比如说你这个打包必须一百张一包 这么打 人家这样 这个纸呢 人印刷厂容易数 你知道吧 要不然人家容易有争议 哎 你送我十包纸 好 整好一千张 你送我一百包纸 好 整好一万张 这我数量是明确的 你不给我打包 框一锣 那我哪知道多少张呀 对吧 咱们再找个师傅 一熟熟 俩小时 到底多少张 一万两千五百六十八张 这费劲 影响工作效率 那 所以你看这个包装啊 其实在特别是这种实际商品 这个行业还是挺重要的 还包括以前 我听过我们这个库房的师傅来投诉 说你别找一下破印厂 怎么了 说这个 他送那托盘都不对 那插车插不进去 怎么这么着 所以这里边挺多门道的 所以包装呢 在这个实际商品的行业 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那如果买方有要求的话 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 来交付标的乌 那 好 第三个 我们除了这个 你正常买东西 比如买个彩垫 是不是里边还有一大堆什么说明书 什么保修书 如果你要求的话 可以开发票 等等这些 那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 或者交易习惯 向买售人交付提取标的乌单证 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 比如说发票啊 保修单啊 说明书啊 等等这些 第四个 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乌 附有保证第三人 对该标的乌不享有任何权利的义务 说白了 你买过来的东西 全属没有争议 没有瑕疵 对吧 别你回来买回来 结果夸哪天 第三人说 这咖啡是他的 不是我的 那这费了劲了 所以我们原则上呢 富有保证第三人 不能主张该标的乌权利的 这么个义务 但是 法律另有规定 除外 来 我在这考考大家 咱们前面有没有讲过一个除外的 评论区告诉我 前面有没有讲到过除外的 这个爱刀刀说的特别好 我们讲抵押的时候就讲过吧 设定抵押的财产能不能转让 可以转让吧 对吧 需要抵押全人同意吗 无需抵押全人同意 通知即可 对吧 那你看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 第三人作为受网人 他受网这个标的物的时候 这个标的物 有没有其他人 享有这个标的物的权利 有什么权 抵押权 转让之后 抵押权仍旧是存在的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除外的情形 来转让抵押的标的物 还不需要这个抵押权人同意 通知抵押权人即可 对吧 这就是一个法律例外的情形 好 这是第三部分 关于交付的标准 交付的标准 第四个 我们来看一下特殊情况的处理 交付当中 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 怎么办 我们第一部分 简单了解就行 我们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第二部分 一物多卖的情形 首先来看第一部分 多交付标的物 那这个大家来想一想 多交付了 你就收着 还是给人退回去 都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括号一和括号二 出卖人 如果比约定数量 多交付标的物的 买售人可以接收 或者拒绝接收 多交的部分 如果你接收了 你按照合同价款给人钱 拒绝了 及时通知 给人退回去 就完了 所以一比较简单 重点我们说一下 二 一物多卖 或者说一物二卖 情况下的交付 如果出卖人 就同意标的物 定例多重买卖合同 来第一个问题 同意标的物 定例多重买卖合同 这个买卖合同什么效力 这多重买卖合同 什么效力 都有效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分离原则 对吧 买卖合同的成立 合同行为 只是个负担行为 不宜有处分权为前提 一物之上 也可以成立多个互顾冲突的买卖合同 都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这个原则上的买卖合同都有效 那这问题就来了 这八个买卖合同都有效 这东西归谁 我们法律自然而然有它的一套 这个处理原则和处理规则 这个时候我们要分它是普通动产 还是特殊动产 普通动产三个字叫做拿 付迁 特殊动产三个字叫做拿 登迁 就这个意思 这六个字大家要能够掌握 当然这六个字比较抽象 我通过两个例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拿付迁 什么叫拿登迁 比如说 我这有一杯咖啡 这个瑞幸什么时候给我钱呀 那我这个带出去多少杯 评论区是不是有同学刚才已经下单了 这个给我来个5%的分成 咱们这一杯咖啡 崔老师穷疯了 那这一杯咖啡呢 卖给了三个人 卖给了A B C 三个人 好 我们来分三个情形来看这个事情 第一个情形 比如说 我这杯咖啡呢 最终交付给了A 然后当然这物就一个呀 我不可能一杯咖啡同时交付给三个人 咖啡只有一杯 所以B和C呢 没有交付 好 这个时候我问大家 谁取得咖啡的所有权 这个很简单 肯定是A吧 A胜出 为啥呢 因为咖啡是动产 动产所有权转移 以什么时候为10点 以交付时为10点 所以以交付的取得所有权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我们说在均未交付的前提下 这个时候呢 A没有付这咖啡钱 B呢 付钱了 C也没有付咖啡钱 好 这个情况下 三个人都没交付 有一个付款了 剩下俩没付款 好 那这时候谁胜出呢 B胜出 这是缺二的含义 如果都没有受领交付的 那么 挫子里边拔将军 矮子里边拔将军 谁先支付价款了 就可以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 等合同义务 那所以B先付款了 那可以就要求出卖人 把咖啡交付给B 从而取得咖啡的所有权 好 第三个 均未交付 而且均未付款 好 均未交付 均未付款 这么个情况下 那咱们看什么呢 看合同签订的时间 合同签订的时间 比如说跟A的合同 1月6号签订的 B的合同 1月5号签订的 C的合同 1月4号签订的 来我站这边来 这个情况下 我们说谁胜出呢 我们来看这个圈三 它是怎么说的 均未受领交付 也未支付价款 依法成立在先 合同的买售人 可以请求出卖人 履行交付 标利物等合同义务 人民法律院对此应与支持 所以这三个 谁最早呢 我们说C的这个最早吧 那这种情况下 C胜出 所以总结一下 如果有一个交付了 剩下的没交付 那交付的胜出 都没交付 谁先付款 谁胜出 都没交付 也都没付款 那谁先签合同 谁胜出 这是对于普通动产的规则 叫做拿 付 签 第129页 129页 好了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特殊动产 叫做拿 当 签 比如说不是刚才那咖啡了 而是小汽车 这个时候呢 还是卖给了 A B C 三个人 好 我问一下 小汽车这类特殊动产 所有权变动的时点 是什么时点 我就故意等着 有没有人跟我说错 行 这个看来大家练出来了 被我这个抽查了这么多次 这有说错的 我们都认为你是登一 这个故意说错的 那我抽查了很多次这个点了 考试当中特别爱错 我再强调一遍 小汽车哪怕它是特殊动产 它也是动产 它所有权变动的时点是交付 只不过不登记 不得对抗 善意第三人 是吧 还错是不好意思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如果A交付了 B没交付 C也没交付 那谁胜出呢 A胜出 因为小汽车特殊动产 也是动产 第二重 我们说 由于它是特殊动产 我们就不看付钱了 我们看谁呢 看本 也就是说看登记 在ABC都没有受领交付的情况下 我们就看谁登记了 假设B登记了 把这个小汽车登记到了B的名下 还没交付给B 那A跟C都是没交付 没登记 这个时候谁胜出呢 B胜出 来看一下 均为受领交付 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售人 如果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那就交付给B 第三个跟普通动产是一样的 还是看签订合同的时间 比如说1月6号 1月5号 1月4号 当然前提是均为交付 也均为登记 那就看谁合同成立在先 这里面C 合同成立在先 所以均为受领交付 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 依法成立在先 合同的买售人 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 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好吧 好到这儿 咱们这个一物多卖 这个情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正好咱们可以稍事休息8分钟吧 16点20分 回来 咱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买卖合同 好吧 一会儿见